在新西兰租房子可能跟你以前在别的国家会有所不同 下面是一些您需要知道的关键思想 在新西兰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租约 一种是定期的,另外一种是非定期的 定期的租约会有一个开始和结束的预期 这一类的租约需要在租客和房东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 才可以提前解约的 定期租约是对租客和房东的具有月熟力的协议 如果租客要做任何改变 您需要联系您的物业经理去相讨您的义务和选择 非定期的租约相对灵活 租客或者是房东任何一方只要有需要 都可以通过书面通知对方 在限期内搬离就可以了 一般通知者来说 如果是房东发出是要提前42天或者是90天的通知给租客 而租客也需要提前21天的通知给房东来帮你 在奥克兰大部分的房子是不提供家具的 个别情况下会有洗碗机或者是洗衣机等等来提供 随着各种需求的增加 特别是公寓 我们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房子是有提供家具的 您可以在我们公司的网站上通过一些选项或者是用手机的应用程式来搜索到带家具或者是不带家具的出租房 您需要提供推荐信 比如以前房东的推荐信 当然越多越好 就算是海外的推荐信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以前没有租过房子 您可以让你的雇主或者是一些跟你没有利益关系 幸运又良好的人给你写一份品格推荐信 如果您是拿新西兰的工作签证 您是需要提供签证的详细资料 需要注意的是您在租月的期间如果工作签证已经到期 您是需要告知你的物业经理 您还需要填写一份租资料申请表以及出示您的身份证明 另外也有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收入证明 如果你还没有收到你的第一份工资单 那您可以让您的雇主给你写一份证明信 来详细的说明您的收入以及合同 通过房屋中介租房时 您的确有责任租付相关的费用 通常是一周的租金加消费税 您还需要提前交两周的租金以及押金 在新西兰法定的押金是四周的租金 您的押金需要在租月开始的23个工作域内 存放到押金托管中心 特别提醒一下 您是有必要核查你的押金 是否被正确的存入押金托管中心 如果您有租房的需求 可到我们巴夫的网站来搜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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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